女歌手莊玲的墜樓事件 我们除了看到有家庭暴力的因素存在 其实还有情绪勒索的部分 沈医师 其实我还是必须说一下 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事件 让大家重新认识的所谓的 可能他有忧郁心症或忧郁症 尤其他不一定是一个心理或事件性 有时候跟你的身体生病的可能有关 他本来可能就有一点 这个算是生理上的问题 也有可能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最后一根稻草 他可能就会是摧毁他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新闻里头 是确实有提到说 他的亲人跟他讲一句话说 你就是要害你爸爸这样吗 就是说他的家暴事件 这个当然就会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情绪勒索的 你怎么可以讲出来 毁掉你爸 对 这种 他可能情绪已经不稳了 这个时候再加了一个 让他更有罪恶感的事情 他确实有可能会造成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 必须要从这件事情去了解 假设你身边正有一个 需要求助的人 这时候我们的外面的防守员 我们的心理上 给他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 我觉得会对于预防 这种不幸的发生 是比较正面的 对 所以我才想说 有的时候都是旁边一些租队友 对 本来就已经出现一些事情 然后旁边的人可能又是给他一些 就是增加他的压力 对于这种心里面 可能有点疾病的人 可能是需要大家一个团体的治疗 也不是靠个人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大家要乐观 真的 乐观很重要 因为求生求死 真的就是一念之间 当你想开的时候 你人生就光明 我要怎么知道 我们自己的乐观指数呢 杨医师 好 我们看一下图板 其实我们有四个选择 我们先从最乐观的开始 你说这个是什么 就是突然下雨的时候 你会选择怎么回家 他只有有轿车或是搭车 跟别人借伞 等雨停的再回家 干脆在雨中散步回家 是 这到底差别在哪里 杨医师 差别在哪里 对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从第四个 你看干脆在雨中散步回家 这是很乐观 非常地浪漫 我觉得有点头脑 我就坏掉 我也要死 我也要死 蜚鱼很大 怎么办 我还在 超级乐天派 罰气 然后充满正能量 是 ok 然后再来看七期 不急 等天雨的雨停了以后再回家 那这种也是蛮乐观 他碰到这种 下雨算是一个临时的挫折 他也不会想放弃 所以他在团体中 也是会很受欢迎 我感觉是不是他很闲 所以可以等着 因为他不忙 有时候很忙 你根本没办法等 你讲忙的相对就是一 就是叫车或是搭车回家 一般会这样 等候这个位置在赶时间 然后可能会想规划很多事情 所以闲天下之忧而忧 但是这种小挫折是不会受到影响 就还好就对 还可以 第一个 跟别人借伞 这你为什么是习惯 你没有伞 然后你这时候要跟别人借 没有伞本身就是一种失落 跟别人借又要想到以后 还要还给人家 我没有想到还 所以这种东西会常常会变成你们失眠的事件 所以他可能造成他悲观的状况会比较 OK 所以从这个下雨天你会怎么做 大概可以知道你是不是很乐观 我蛮极端的 我是先选这个跟别人借材 如果借不到的话没关系 我等雨停了再回家 我应该是会这个 你会是教授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我必须说你们人生当中 总是会遇到一些黑暗面 所以乐观就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走出的话 找彦宽老师他要教我们走出阴霾 什么走出阴霾 英霾 刚才江医师说乐观 乐观不是嘴巴讲就可以了 一般气节人就没有办法乐观 那在中医里面就会讲 五脏六腑都跟情绪是有关系 所以老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讲了 那我们今天来 脚最后的都是属于莲花功 对于心情的调试非常重要 这一次我们就要把脚合在一起 然后从左手开始向后方 然后向前转回来 之后我的右手就跟着向上 好 我先把动作停在这边 第一个当我向上的时候 整个肋骨还有我们的肝筋 这个时候就做一个伸展 所以气浴这个时候就可以抒发 然后向后转 另外一只手再起来 好 我现在要请摄影机 特别帮我看一下 我们的金泽颖教练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 眼睛只看上来的这只手 当我过了头顶之后 我就不再看他下去了 我就要接着 看另外一只手的上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在气功里面向上就是走阳 向下就是走阴 现在我需要乐观 所以我就看着自己的手 对 好像旭日东升 旭日东升 所以不管有任何的冰块 太阳出来一切就会好了 好 然后结束之后停下来 再换右边开始向后 其实每一个人 你看都是在太极的转化 我都想向前 可是遇到困难怎么样 自己要转一下 他今年已经50岁了 你为什么不太讲他的年纪 50岁 他本来是低血压50到80 因为他是大公司的高阶主管 可是因为压力太大 后来血压不正常 那就是慢慢调试之后 血压恢复正常 对 我觉得这个在人生中 难免会有一些挫折 有时候会有什么结局 就看你有什么心情去面对 一个保持了乐观的心情 我觉得永远是解决事情 一个最大的方法 另外夫妻间的相处 我不敢说我是模范生 只是说 我觉得我最大一个特点 就是我不大会计较 因为我神经很大条 这就是乐观的 因为我神经很大条 我就觉得世界上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要做 所以有时候小事 就大家互相包容一下就好了 不要什么事情 都想要跟你的另外一半 争出个输赢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 心情健康一点 比身体健康有时候更重要 我们健康2.0下次见 拜拜 所有无为不自的更新的更新 都在健康2.0 订阅免费 开启小铃铛